一样午餐厨房 厨工忙进忙出 从洗菜切菜到挑选 但在台南永康区就被爆出 有七所国中小学中午吃的 居然是劣质烂菜 厨工妈妈拍下照片 发现花椰菜外观腐烂不说 连菜心都发黑 紫色茄子每一根完好 几乎都断掉剩一半 大部分都是熟烂焦黑 高丽菜更不用说菜叶发黑 丝瓜最夸张一切开里面都发霉 难道是要送给学童吃 在切的时候就会发现 底下就会有一些不好的菜 它菜很多有黑掉的 角白水是很细的东西 它送来的货是出到煮熟了 手摸下去它还是出的 你说那孩子怎么吃 把关的营养师发现问题向上承报 却被家长会长质疑 是他在故意刁难 插手馆营养午餐 让营养师跟储工都很害怕 他们说家长会长曾涉入枪击案 甚至还针对营养师破口大骂 这些菜给孩子吃 我们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 我们能力不足 我向上反应 没有得到解决的办法 被下脑架去 让这储工人面大声的骂我 看到我也会觉得不能接受 问题是那些并不是作为烹柴 而是采过之后 那验收不合格退后的食材 发黑烂菜面经过把关 当食材直接送进校园 就是烂鱼充树 孩子吃不饱 营养午餐变烂菜 还被踢爆 供应商就是涉及枪击案的家长会长 教育局属于把关的责任 甩都甩不掉 记载了观众 红富人林志慧 台湾的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分享